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在阿里巴巴 今天偷偷的溜进来 和爸爸谈一些很商业的合作 但是保密 我带我要去阿里巴巴的食堂 看一看他们的饭菜怎么样 好不好吃 贵不贵 测评一下 短暂现金 阿里巴巴的园区 这是他们杭州的一个园区 好像还有一个园区 处处透露着有钱 你俩的衣服好丑啊 你的衣服最丑 前奶奶跟小姐姐长得好好看 爸爸穿这套衣服很帅 这边都是会议室 土龄他们开会 要测评一下 爸爸的衣服 金属拉链 两面穿的 巨子纤维 绣发可以 功能度 没问题 卖多少钱 330 T恤78 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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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云的T恤 撑棉的 78有点贵啊 羽绒 能摸到毛梗 不算多好 但是也还可以了 做工还行吧 今天上屏幕开始刷脸 这边在阿里巴巴的食堂 混进来 我先要去测评一下阿里巴巴的食堂 饭好好吃 哇 好多人 好多人 温州小吃 套餐3块15块 不贵啊 很便宜 要一个这个 啊 对 灯瓜 啊 这个是芋头吧 啊 啊 这个是芋头吧 这个是芋头吧 要一个 一共是 26块钱 芋头吧 猪笋 不挺好吃的 香芋 有点油 太油了 嗯 经过非专业的 美食测评 做来的结论就是 首先 装修也没有 不高级 盘子 也非常 这种盘子 铁盘子 然后 价格很便宜 呃 味道嘛 还可以 但是 跟富士康的食堂比 就差远了 富士康的真的 现在比起来的话 真的很好吃 呵 而且富士康的也比他便宜 当然理智诚 当然肯定没有富士康人多嘛 所以他们的食堂也没那么大 满分十分 我只能给五分 多一分都不能给 我接下来要把 这些互联网公司的食堂 都吃一遍 是吧 呵呵 接下来还要吃 百度的 那么 啊 京东的 那么 拼多多的是吧 把这些互联网公司的食堂 都吃一遍 再给大家做一个汇总 看看到底哪家互联网公司的食堂 比较好吃 呵呵 就这样吧 一期很敷衍的 视频 呵呵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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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